拉萨偶遇小姐姐说好一起去旅行 结果她却带着男朋友 上期视频讲到 我在拉萨咖啡馆 遇到一个独自艺人的美女在喝咖啡 我在旁边拍她被发现后 过去和她搭讪 最终要到了微信 我们商量好一起去沙浦神山 当第二天我很开心地去接她时 发现既然有两个人 难怪昨天我问她有没有来朋友的时候 为什么没有带男朋友出来 就是不愿意带男朋友出来吗 还是没有男朋友 她竟然说是隐私 这不会是要带着别人的群里去旅行 然后我还要做电灯泡 还要吃狗粮吧 送间我的心 犹如北极的冰川一样 透心透心 街头街道了 我还能怎么办呢 不能临时跑路吧 硬着头皮也要拉着往前走 于是我们开着车 继续前往沙浦神山的方向 快到沙浦神山时 她看见了几只土拨树 拉着我要去拍 我也很勉强地陪她一起下去拍土拨树 三只三只三只在打架 她在想这个离这么近 我是吃还是不吃 她就进去了 小灰灰 小灰灰在那 小灰灰就在这里站着 看着 看着她出来 小灰灰把她吓跑了 小灰灰把她吓跑了 打架挺大的 两只在打架好 哇又来了一只 哇这只胆子好大 小灰灰又盯着那 盯着盯着那个洞里那只 她就盯着这里 她就守着她 人家都不敢出来 你离近一点 给她东西吃 看她会不会在你怀里 在我怀里 她会不会咬我 不会 不会 跑了跑了 他好像也是这家人 对 他也是这家人的 这家人就是这家人 我和她一路上拍照 她带过来的另外一个朋友 也不说话 也不出来拍照 他们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 我也不好意思问 大家觉得这种情况 我该如何是好 兄弟们给出头主意 在线等 点击的